而在一片的学生抗议的混乱声中 苏沃领袖哥巴契夫今天也飞到了北平 30年来中苏共之间从来没有举行过像这样的高峰会议 而哥巴契夫这次来北平 他的和解讯息能够奏效吗 哥巴契夫一行走下专机的时候 受到了中共领导人杨尚昆的欢迎 哥巴契夫在四天大陆访问行程当中 准备要跟中共政权高级领导班子 和权力最大的邓小平会面 商讨中苏边界紧张的冲突问题 以及如何使彼此的关系进一步正常化 另外中共和苏联对于高明问题的看法 也慢慢趋向一致 双方势力除了减少干预之外 入侵高明的越共部队也逐渐撤退 因此在这个友好气氛影响之下 哥巴契夫应该会跟中共领导阶层商讨 将来参与国际事务时 如何避免尖锐冲突 自从1959年赫鲁雪夫访问中国大陆以后的30年来 哥巴契夫是唯一到北平举行双边高峰会议的苏联领袖 根据政治观察家分析 这代表了中苏共关系经过长期冷战之后 很有可能重新开始逐步改善 哥巴契夫今天晚上已经住进了中共专为接待外宾所盖的钓鱼台宾馆 明天他将展开一连串的公开露面活动 其中包括会晤邓小平在内 而局势的眼光也都将集中在这30年中苏共第一次高峰会议上